在甘肃天水秦州区榆林村 存栏量20万只的标准化淡积养殖场 并没有受到寒冷天气的影响 依然保持着稳定产量 除了养殖场 村里还建设有1000多亩果园基地 和一座有机肥生产场 淡积养殖过程中产生的触勤粪便 通过有机肥生产场 加工转化形成肥料 产生的肥料可以直接应用到果园 一整条完整产业链 为村民带来稳定就业和收入 今年我们老婆叫的来 我两个干 新年收入10万元左右 最好这点 小时候在整年下来 这样会发展过世 截至目前 天水市秦州区通过发展产业 带动了3.5万人脱贫增收 5.6万名贫困人口稳定就业